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nde 在毁灭IP的路上 厂商总是不遗余力的推动 这次又是谁加入了大毁灭家庭呢? 暴走兄弟 疾风奔跑 游戏在中国叫做 市区兄弟 急速奔跑 于去年公布游戏相关消息 但看到这半死不活的预约评价 可见玩家是多热烈的期待啊 开发商是中国的曼塔游戏 中国是由网易代理发行 之前曼塔内设过一款一拳超人正义执行 但也是被骂到一个不行 暂时也没下文了 也或许是版号还没下来 说不定也会跟这款暴走兄弟 先对外推销 造福玩家 而本次游戏的台湾代理商是艾瑞尔 也是熟悉的老朋友了 暴走兄弟 这动画应该是很多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 都曾经经历过的童年回忆之一 而动画中的市区车 在台湾也是一度全民风靡过 当时到处都是各种相关的玩具配件店 甚至也举办过全国赛事 如果当年你有为此疯狂过 也一定会有一个工具箱来删满各种零件 还记得我人生中的第一台市区车 是在家里附近的Gamma Dam 用那种五元抽签的极致游戏拿到的 顺便还拿到一堆用不到的电板 当时家里也没有塞到可以玩 所以用很多VHS卡带搭建 然后当时小屁孩的我 就会在下课的时候 跟其他同学在学校的空地比拼 当时真的是五花八门 各种DIY魔改车壳 底盘 销纵 自制马达等 都是属于每个人童年的至宝 即便到今日还是有一群热爱者 真的是说着说着 老人臭都飘出来了 那讲回到游戏 游戏为抽卡养成 开局可以选三个角色 但其实也无所谓 都只是个路人 因为主要的玩法是在换零件 开头选谁都一样 你可以想象成只是选了一个角色 但是你后面会再拼奏出另一个完全无关的角色 所以这游戏其实核心的玩法就是半装 偶愿称其为 奇迹暖暖 四驱姐妹 3D建模也就这样吧 至少最基本的美术还是我一直住 玩家要做的就是针对不同的赛道场地 像是弯道 上下坡 直线等 去调整车子来适配各种状况 避免弯得过拓海 弯不过填海的情况 而这个零件拆分之细 要说还原倒是真的很还原 各种大量不同的零件 有些还会有额外的技能 可以调整速度 稳定 重量 来平衡车子的性能 光这点的话应该是能让不少老玩家提起兴趣 但其他方面就必须让你回到现实了 游戏的对断系统 非常的鸟 它并不是跑跑卡丁车 或者类似需要手抄比拼的玩法 你把零件配好以后就没你的事了 就像是在看实况一样等待结果就好 如果主线你遇到打不过的关卡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对方是用什么配比 你跟着微调就好 过程中的竞技只是为了视觉化战力的演出 即便不存在也丝毫不影响任何体验 每场战斗都只是在征挫玩家的配置 有没有符合赛道通关的门槛数值 虽然确实现实的四驱比赛就是这样 玩家就是组装然后放手定胜负 但开发商位的割菜 会让玩家如此轻松愉快吗 凡跟网易沾边的游戏 不是干不是克 而是又干又克 隔壁的暗黑不朽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各种强力零件都被安排在抽卡池中 不论从头到脚都是一式同仁的放在一起 玩家别想个别零件凑齐 带力过就碾压 不够就克金 比照童年一样的单纯简单 乱算每10抽约1000元 看我前面介绍拆分出来的零件算一算 你如果想毕业有多少东西要抽 我都还没有提到它还有各种的养成系统 每个零件都还有各自的升级进化改造 而且这是可以无限叠加的机制 只要不断出各种限定部件 就可以毫无限度的坑下去 真的是要钱不要脸了 而另一款内测中的市区游戏 终极飘移 由中国F5工作室开发 这次不需要你繁琐的换零件 变成单纯的抽卡游戏 直接变成赛车娘 跟上一款的差别是 你可以稍微施放技能 还有减速加速等为操作 但有跟没有也是一样的 具体能影响的幅度有限 只要你战力不够马上就会被屌打 而且整体内容应该是有抄袭暴走兄弟的嫌疑 那讲到这 不得不插花来重磅介绍一下 有时候你看各种MOBA赛事直播 想说为什么不Q不会辅助不会走位 想双杀三杀等 各种操作意识纯纯欲动 有种我来我也行的英雄梦 也想当当飞客一回 虽说世人不懂 没事 腾讯懂 这不就拿捏了吗 英雄联盟电竞经理 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 抽卡培养现实中的电竞选手来打英雄联盟 就是你当老板指挥他们应战 中国有不少玩家 调侃这款为 纯比银行资产 不比技术的游戏 提纯喜欢看比赛跟选手的粉丝圈 狠狠隔一波韭菜 但凡每个十年老血栓 我还真是想不出来 居然这样也能出游戏 以后再出个 投资股票经历 元宇宙经历 诈骗经历 我想也都是没问题的 结论 万物皆能手游 厂商练材流游 游戏优化方面是真的蛮差的 包含介面操作等 仿佛是半成品的产物 我游玩中蛮常出现卡顿断线 必须强势重开的情况 外加游戏商的玩法 我对它的体验评价为复数 要不是有另一款更烂的四驱车游戏 这坨死直接垫底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喜欢四驱车 为何不直接买一台 而如果你喜欢赛车游戏 那这款更不适合你 因为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我也找不到任何能推荐的理由 如果你就是想单纯买个情怀 那不要急 未来会有更多数不尽的情怀 等待量产 等待挖掘 等待我为你介绍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